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谢谢主我们在分享到说 耶稣所做的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使一个病得很重的人经历耶稣成为他的医治 医治了他的问题 医治了他的疾病 而他经历这个医治是因为他的主人 因为他是个仆人 他是个奴隶 但是他的主人在乎他 看见他的需要 看见他的价值 以至于他有一个在乎 因为在乎 所以看见他的需要 我也求主把这样的眼光给你给我 看见人的价值 我们周围的人的价值 因为看见所以在乎 因为在乎 我们会关心 而这个百夫长 他看见了 然后呢 然后他有一个具体的行动 有的时候 我们也看见 哎呦那个人好可怜哦 看到了 看到了之后呢 可能没有什么反应 看到了之后 我们就觉得说 啊没关系了 那是他了 我就忙我自己的 可是这个百夫长不一样 他有一个很具体的行动 那个行动是什么 他看见了这个人的需要 然后呢 我读给你听 百夫长 风文 他听说耶稣的事 什么事呢 显然是耶稣医病 耶稣感恩鬼 耶稣使穴腿的能够行走 使瞎眼的能够看见 他听说有一个人好特别哦 他可以行很多很奇妙的事情 哎 那我的这个仆人呢 我的这个仆人 他不是也是病得很严重吗 有没有可能找耶稣来帮忙 他里面不但看见 他在乎 而且他带出一个具体的行动 什么样的行动呢 他就托其他的那些犹太人 他们中间有几位长老去 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 他有一个很具体的行动 去拜托那些犹太人 犹太人是什么 是他的统治 他所统治的那些人 他实在他不是高高在上的说 哎 我命令你 不 他去拜托这些人 我托你 我拜托你 哎 去请耶稣好不好 我不认识耶稣 可是你们认识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请耶稣来帮 拜托帮个忙 来 来救救我的这个仆人 他用了一个字说 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 真好 他有一个实际的行动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周围的人一些需要 也许你看到他婚姻的需要 你看到他面对儿女非常的忧愁 你看到他现在财物有很大的困难 你看到他的人际上常常跟别人有很多的冲突 你看到 上帝让我们看见我们周围的一些人 他很真实的需要 因为上帝爱他 上帝把那个感动放在我们的心中 我求主帮助我 我们不要敢而不动 有没有感觉 有啊 我看到了 有感觉 哎呀 我蛮可怜的 不要敢而不动 有感觉 带出行动 然后你会惊艳一件事 上帝会透过你 成为别人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 有感觉 而且 有心动